我在2012年做了Coneal Transplant的手术 做了一个月之后 医生跟我说手术不成功 开始Resect 所以就做下来 我每个月都是给医生检查复诊 都没有问题 一路来都没有问题 不过最近半年 我的眼睛突然很红肿 时常流眼泪 有时头还很痛 很干 眼睛很干 后来就告诉我说是有了Virus 眼睛有Virus 这个是我在这个UKM 复诊的卡片 Appointment的日期 全部在这边 早期我是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 才复诊一次 现在就是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就要去看了 很麻烦 最糟糕的就是 医生有给我一个药 就是 something like 这个antibiotic 这样的 每天要吃五次 一次两粒 也就是说一天要吃十粒 而且医生告诉我这个药 对我的肝 的伤害很大 所以我就很担心咯 不过最近我就遇到了两个产品对我的帮助很大 那就是这个Optic One 和这个 这两个产品帮助了我很多 我吃了第二天啊 第三天就很明显可以看到它的反应 尤其是现在我眼泪不会再一直一直流 而且那个头眼不痛 他们已经是我的神奇宝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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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